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伊萨卡的自然风光就很好 康奈尔大学在地势非常好的地方直接圈了三千英亩 风景能不美吗 除了自然风景 还有建校120年以来陆续修建的教学楼 图书馆和宿舍等建筑 巧妙地和自然风光融合在一起 成为今天独一无二的康奈尔大学 何止是逛一天不会腻啊 夏小兰来康奈尔两个多月 除了周末每天都要来学院 同样没有看腻啊 他也就实话实说了 是的教授 康奈尔校园没得让人心旷神怡 麦卡锡终于把椅子转过来 听说你主导设计的电子广场 已经在画过头见了 之前你们把这作品当成作业叫上来 我就觉得数据很详实 难度等级超过了一次简单的作业 大佬们的眼光总是很毒辣的 夏小兰不可能在麦卡锡教授面前拍着胸脯骄傲 低眉顺眼地谦虚几句 教授 您给了很大的帮助 这也是因为巧合 不 我还来不及帮助你 你到了康奈尔的确有进步 但主要还是你来之前就基础很好 不仅是你 还有你的老同学 你们的水平实际上是超过了建筑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 该掌握的 在宁雪和夏小兰来之前 乔纳森是这一届最出众的学生 宁雪和夏小兰一来 一学期的时间都不到 就压住了乔纳森的光芒 这次CW设计比赛 估计乔纳森会被打击得很厉害 宁雪虽然拿了第二名 但宁雪的实力并不比夏小兰弱 如果说建筑是有灵魂的 悬崖上的图书馆充满灵性 夏小兰的设计 则更降气一些 麦卡锡现在真是有点好奇 好奇华国的建筑教育水平 是选了两个同龄人中最好的送到了康奈尔 还是华国的建筑教育 真是有了令人惊叹的跃进发展呢 不过 这都不是他今天叫夏小兰过来的原因 麦卡锡打开抽屉 从桌子里拿出一张名片 PNW的货目给我的 不仅是你还有您 我们希望能邀请你和您 在康奈尔建筑学院完成本科教育后 到PNW事务所工作 如果你们同意和我们的邀请 在大四就能去PNW事务 则也本该就是双方的 你们可以先感受一下PNW的气氛 从康奈尔建筑专业本科毕业 找到一份工作并不难 但要进入世界一流的大事务所 本科学历还是弱了些 他们会接受本科实习生 却很少真正留下本科毕业生 任何行业 要想获得更好的职场竞争力 唯有选择继续深造 硕士是起步门槛 读完博士 勉强能算上是人才了 在华国的情况如何 麦卡锡不知道 在美国就是如此 因为美国的强大 美国的标准 自然也是世界通用的 总之 本科生要进世界一流大事务所 很难的 像PW事务所这样 主动邀请夏小兰和宁学 将来本科毕业后 过去工作的例子更少 其他学生口中 那个从麦卡锡手里 拿到A加后 被福斯特事务所 要走的U等生 也不是在大二 他可没夏小兰和宁学 这样好运 碰上了CW设计大赛 这样的机会 早早在大二下学期 就在福斯特和PW 这样的大事务所面前 显露了才华 麦卡锡也认为 这是挺好的机会 当然 说不定夏小兰另有打算 比如继续深造 夏小兰喃喃自语 PW的霍姆先生 在颁奖时 一句话都没有和我说过 我没想到 他会发出这种邀请 福斯特的迪克 风趣幽默 简直天生就适合 在镜头前当评委 PW的霍姆先生 就比较低调了 针对作品的点评 重规重矩 点评也只是局限在 作品本身 而不是作品的设计者 霍姆的确是邀请了你们 名片千真万确 和你谈完 我也会找您过来 不就是一个PW吗 当他的学生 能不能有点出息 一脸难以置信 是要给谁看 夏小兰摸了摸那名片 手回手 教授 我也很想去PW 这样的大事务所工作 但我在康奈尔交换 时间结束后 我就要回华国了呀 PW我是去不了的 真是遗憾 您能替我向 Home先生转达感谢吗 麦卡锡的英勾比 轻轻松动 看起来长得挺聪明 脑子怎么反应这样慢 他既然都出面 替霍姆转交名片 告知消息了 还问他 康奈尔校园美不美 不就是在暗示他 可以帮他 留在康奈尔念完本科吗 交换生的时间结束 也能直接申请留学的 康奈尔建筑学院 不可能拒绝夏小兰的申请 如果是担心学费的问题 本科生是很难申请奖学金 不过他若是帮忙 还是能拉到一些赞助的 麦卡锡教授看着夏小兰 夏小兰也直视教授 几秒地对峙后 还是夏小兰先败下阵来 他那么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听不懂 麦卡锡教授的前台词呢 对于麦卡锡教授忽来的看重 夏小兰是高兴到 想学金鱼土泡泡 但留在康奈尔念完本科 根本不在夏小兰的计划中啊 他只能对不起 麦卡锡的好意了 敷衍吗 夏小兰还是选择说真话 教授 我很喜欢康奈尔 这座校园太美了 您的授课 康奈尔大学的学术气氛 我也很喜欢 我知道自己能在 全美顶尖的建筑本科学习 是多么幸运 只是我个人的原因 在交换生的一年时间结束后 我会回华国去 教授 很抱歉 知道自己在全美顶尖的建筑学院学习 还要坚持回华国去 麦卡锡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很多人在一生中都会碰见这样那样的机会 在天赋以外 机会也非常重要 夏小兰能从不发达的华国 来到发达的美国当交换生 天赋得以被发现 继而有了深造和进入一流事务所的机会 他却脑子不清醒拒绝了 这不就是自己放弃了机会吗 麦卡锡无话可说 他又恢复了冷硬 我知道了 你出去时帮我关上门 要帮您叫一下宁雪吗 哼 真是不怕死啊 难道他找不到别人去叫您 在麦卡锡教授的眼神下 夏小兰只能灰溜溜离开办公室 大魔王现在一定是认为他 朽木不可雕 是否在盖上 我将分享给您的这个词 我们想发动